大家好 咱们读历史经常会遇到这么个情况 那就是身居高位的人又蠢又坏 还特别冠冕堂皇 这个时候受苦的就是底下的人 咱们就说说这二战时候的日军吧 高层给底下灌输的都是所谓五十道精神 号称有了这玩意就能天下无敌 其实高层各顶各都是人精 五十道精神拼不过钢铁 这事他们不清楚 显然是不可能 但是他们还是在跟底下人这么说 反正最后死的也都是底下的小兵 死道友不死贫道 又蠢又坏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日本军官叫牧田口连野 他在1944年窜到的英帕尔战役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甚至有人说这场战役是古往今来 战争史上蠢到令人窒息的操作 这是咋回事呢 今儿咱就来聊聊这个 牧田口连野说起来是老熟人了 中国人民的老敌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就是他的部队调起来的 当时他任华北驻屯军第一连队的连队长 当时这个华北驻屯军就是一个旅团的规模 旅团长叫河边正三 他是第一连队的连队长 当时是大左 卢沟桥一声枪响 日本陷入跟中国的抗战泥潭 再后来又跟英美打太平洋战争 到了1943年底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已经相当不利 怎么着都得想尽办法破局 这个时候牧田口连野已经被调到缅甸 担任第15军的中将司令官 日本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的将官只有大中少这三级 而原来在战争规模扩大以前 他的师团差不多就是最大的作战单位了 所以他的师团长的编制军衔就是中将 原来师团长是能直接当陆军大臣的 等到战争规模一扩大 这师团扩大到了好几百个 所以师团长就已经不值钱了 但是他的师团长的编制军衔 还是中将 所以上边一级就是大将了 大将又很难获得 因此你看日本的师团长 军司令官 方面军司令官 甚至独立旅团的旅团长都是中将 所以日本人广这个叫中将大游行 特别是他的陆军 就因为他其实国军也一样 国军也是因为只有上中少这三级 上将人数有限 大多数军官都集中在将官都集中在中将这一级 日本这个36年都是中将只有61名 到45年都是424个 所以牧田口这中将也不怎么太值钱 当时他是15军的中将司令官 刚好日本一直有个想法 以缅甸为基地攻击印度 印度能拿下来就会对英帝国构成沉重打击 整个战局的颓势就可以得到扭转 牧田口连也到任之后非常积极推动这个战役计划 这也有他自己的私心 自己是陆大29期毕业 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军人们 像28期的山下凤文 37期的十元王尔都早就为皇军立下了赫赫功勋 自己却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候 被打发到缅甸当了个军司令官 无论如何都太失败 为了自己的前途 他想干一票大的 入侵印度就是牧田口连也的机会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能贯彻下去 他到任之后 把第15军上上下下参谋班子都换成了是自己人 忠心是肯定没问题 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了解当地的战局和地理 于是牧田口连也就开始发挥 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 给皇军制定作战计划 从缅甸入侵印度 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 皇军本来就不重视后勤 认为后勤兵根本就不算兵 更要命的是从缅甸府地到印度的边境重镇英帕尔 大概700公里热带雨林无人区 这地方连路都没有 带着后勤不挤穿越这儿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牧田口有办法 给底下官兵灌输皇军重精神的殉岛 弹药不足怎么办 牧田口回答 只要对空鸣枪三声 敌人就会投降 显得非常的豪迈 皇军吃饭问题怎么办 牧田口说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草食民族 你们被那么茂密的丛林包围 居然报告缺乏食物 这算怎么回事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皇军毕竟不能吃树叶 食物补给问题 总得解决吧 牧田口连也思来想去 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 那就是所谓的成吉思汗作战 咱们知道成吉思汗横扫欧亚道路 到哪都驱赶着大批牛羊 解决吃饭问题 牧田口也准备效法成吉思汗 让皇军赶着牛羊去印度 路上还能驮着重物 饿了杀了吃肉 多好的想法 至于牛羊从哪来 这个简单 皇军自古的传统不就是现地调达吗 什么抓鸡牵羊 那都是皇军的看家本领 抢就是了 于是牧田口连也一声令下 十五军在缅甸争掉了三万头牲畜 皇军部队营地里到处 咪咪咪猫猫猫 成个动物园了 眼瞅着自己的聪明计谋得逞 牧田口连也终于可以命令进军 皇军赶着浩浩荡荡的牛羊 一头就扎进了河谷丛林的无人地带 开始了所谓成吉思汗式的行军 但是走着走着就发现不对 这牛羊都不是自己养的 皇军拿小皮鞭到处驱赶 这些畜生一点都不听话 到处乱跑 皇军啥都甭干了 就到处抓他了 人家成吉思汗 人家是游牧民族 怎么管理牛羊得心应手 皇军这方面经验太欠缺 而且热带雨林又不是大草原 没走多久 牛羊就丢了一大半 更何况这都1944年了 那么大群的牲畜 就算在丛林河谷地带也很明显 英军飞机一看那么大群牲畜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皇军在赶路 直接炸弹机关枪伺候吧 一路之上就是因为牲畜群太明显 皇军被空袭了无数次 等真赶到英帕尔啊 这牲畜们基本上都死光了 所谓成吉思汗式的行军成了彻底的笑话 等到皇军们赶到了英帕尔 自己饿着肚子 衣衫蓝褂 即便这样 穆天口连也不准他们休息 因为要在4月29号天皇生日 就所谓天长节之前 拿下英帕尔给天皇祝寿 不过皇军都这样了 仗打成啥样可以想象 英军打退了他们的进攻 前线官兵即使进行自杀性攻击 也无法拿下英帕尔 前线的官兵没日没夜打仗 穆天口连也每天5点准时下班 换好合福跟一季喝酒 英军得习以后 每天都以无线电广播 跟日军前线士兵大肆宣扬 他们司令的英勇士忌 这对日军士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打击 到了7月 当地雨季到来 日军后勤补给完全断绝 前线士兵得了利剂这样的疾病 也没有要去治 军官们眼睁睁的看着非战斗检员 蹭蹭的往上涨 知道这仗实在打不下去了 三个师团长一合计 撑不下去咱撤吧 于是抗命撤退 这在黄军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这次日军的英帕尔战役就这么失败了 但撤退这事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黄军怎么来就得怎么回去 还得穿回700公里的热带雨林无人区 等他们最终回到缅甸 出征时候的9万人 到最后就剩下一万 阵亡的8万人当中 真正战死的只有3万 剩下5万人都是因为后勤补给的问题 病死饿死 整个因帕尔战役 日军来回的行军路线 因此被称为禁国街道 这禁国神社是日本祭祀战死军人的地方 禁国街道的意思就是 太阳这条路基本上就直接撕拉撕拉底 甭想回来了 但是穆田口连也不肯承认 这是自己错误导致失败 一气之下撤了三个抗命的师团长 这又打破了皇军的惯例 按照传统师团长的任免 只有天皇才有权 但是穆田口连也自顾自的把三位撤职 而且这三位师团长跟他一样军衔都是中将 连天皇签字画押仅有的权力都给剥夺了 这还不算 部队回来之后 他甚至将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营养不良的降效集合 进行超过一小时的训话 不少人因为贫血当场晕倒 就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干的事太出格 日本军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把他解除了第15军司令官的植入 调任到参谋本部 12月就编入预备议 战争结束之后 穆田口连也被盟军占领日本的当局逮捕 因为战争罪引渡到新加坡 但最终为获盟军军事法庭起诉 为啥穆田口连也没虐待过盟军战俘 他就虐待本国士兵了 而且英帕尔战役英军能营 一大半功劳 得说是穆田口连也胡乱指挥的 这是抗日英雄 当然在日本这方面 对穆田口连也的评价就很负面 幸存的不少日军 甚至认为他比敌军还要可怕 所以基层的将士 甚至部分高层将领 都称他为鬼畜穆田口 这鬼畜差不多就是日语的国骂 像傻叉脑残啥的 拿这个词去称呼 可见穆田口连也的形象 一般这个词都是英美鬼畜 米英鬼畜 都是骂英国人美国人的 结果又来骂穆田口 按理说穆田口连也 手上沾了那么多黄军基层士兵的鲜血 战败了不得自杀谢罪 人家财部活得好好的 甚至有脸开了一家餐厅 名字就叫成吉思汗的饭馆 也不知道那些老兵有没有过去扔臭鸡蛋烂番茄 但人家就这么没皮没脸 没羞为草的活着 直到1966年以77岁的高龄去世 当然了 穆田口连也战后不光开饭馆 他用很大的精力 给自己在英帕尔战役中的作为辩护 甚至他临死的遗言都交代儿子在葬礼上 把这个辩护词当传单发出去 反正啊 这么个混蛋透顶的家伙 明知道自己的那些混账事 却还是寿中正寝 实在是对二战日本军队的莫大讽刺 也给后人提了个醒 那些炸炸乎乎 主张精神无敌的 最好离他远点 他们的话最好信都不要信 不然倒霉的就是自己 这种又蠢又坏的人 根本不会为别人的牺牲买单 好了 那关于这个穆田口连也的荒唐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